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VUE3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还是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VModel双向绑定 VUE给咱们提供了一种变量双向绑定更新的机制 不管是VUE2VUE3都给咱们提供了相同的机制 咱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干什么 今天咱们要使用VModel这个指令来实现变量的双向绑定 同时还要更新这个变量 该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马上看咱们的实战演习 今天咱们实战演习的部分 一上是个Body 这个没说的 然后咱们整个APP有一个唯一的ID的DNV 这个地方我引用的是BodyStrap5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看咱们这整个APP的部分 这个地方我仅仅是做了一个数据提供的函数 里面给咱返回了一个message 我爱NBA 然后这个message变量 在咱们整个程序中这个地方显示出来 好不好 OK 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我定义了一个输入框 对吧 在这输入框里面 大家请看这是今天的重点 引用到了Vmodel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绑定谁 要在后面写 我要绑定整个数据中的这个message对象 这样的话 这个程序就成为一个逻辑了 什么逻辑 我在整个页面中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在页面中显示 同时在页面中 我还提供了一个 可以编辑这个变量的input框 文本框 好不好 最后咱们通过这个VUE最新的createAPP这个函数 把咱们的用程序加入到APP当中 同时把这个APP绑定到helloVUE这个ID的DIV上 OK 这就是大概整体程序的框架 马上运行 看结果 拷贝过来 我这提前给您建好了一个模板 把这个BODY替换掉 没问题吧 存盘马上运行 我这开了一个HTTP服务器 F5刷新一下 没有问题 今天是第五课 咱们访问一下第五 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顺序排的不是特别好 没关系 咱访问第五 然后咱们点击这个index文件 注意看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是显示的message的内容 咱们直接看一下这个网页查看 BODYDIV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P5NPA 这个显示的 其实就是这个message里面的内容 动态显示 没有问题吧 然后下面是一个文本框 对吧 就这个地方 是一个文本框 它的动态绑定了咱们的message的变量 那么接下来 我在这文本框中 做任何数据改变的话 会同时改变这个message信息 上面的显示内容 也会同时发生改变 咱们试一下 go IKOBCDE 数据外语 大伙能不能看懂 OK 大家请看 我在下面对变量进行改变的时候 上面显示的内容也发生了改变 这个就叫做变量的双向绑定 非常的简单 OK 今天的知识点 就是这么一个 咱们在应用程序数据提供的地方 咱们定义了一个变量 同时把这个变量在程序中显示 同时给这个变量提供一个可编辑的方法 这个看似简单 其实在您的程序中 比如说编辑表格信息 编辑员务信息的时候 就要提供的编辑功能的时候 这个双向绑定是非常的常用 今天介绍给大家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通过Vmodel这个指令 进行数据绑定 而且是双向更新 希望您能够掌握 今天的代码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然后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帮转发 感谢您 好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